在今年福布斯名单上的2668位亿万富翁中,女性只有327位,低于去年的328位。 这些超级富有的女性中的大多数继承了她们的财富,包括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位女性。 欧莱雅女继承人François Betting-Gord Gars, 沃尔玛女继承人Alice Walton和Julia Crouch。 今年世界亿万富翁名单上的100名女性是白收起家, 她们创立或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或建立了自己的财富,而不是继承。 包括屋顶供应企业家Dianne Hendricks, Gap联合创始人Donald Spisher和英国在线赌博企业家Denise Coit。 美国是世界上女性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国家,有90人, 其次是中国63人,包括香港11人和德国35人。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 第十,阿比盖尔约翰逊,资金管理,美国212亿美元。 阿比盖尔皮尔庞特约翰逊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女商人, 也是已过爱德华西的孙女。 Johnson二是富达投资的创始人。 自2014年以来,Johnson一直是美国投资公司Fidelity Investor in Seven Mile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 以及其国际前姐妹公司Fidelity International Fuel的董事长。 Fidelity由他的祖父Edward C.创立,约翰逊二世, 他的父亲Edward C. Johnson三世一直担任FMR名誉主席, 直到2022年3月去世。 截至2013年3月, 约翰逊家族拥有这家私人控股公司49%的股份。 约翰逊本人估计持有24.5%的股份。 2016年11月,Johnson被任命为董事长, 并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让他完全控制富达, 在全球拥有45000名员工。 约翰逊的财富约为226亿美元, 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2016年, 他被福布斯评为美国50大城市最富有的人。 2021年, 被评为强大女性榜单第六。 他是2020年马萨诸塞州最富有的人。 第九,Iris Fontaine, 采矿业,智利, 282亿美元。 Iris Bobinian Fontaine, 是智利矿业大亨, 媒体所有者, 亿万富恩女商人, Lexie Cabreroid的遗孀。 他从Lexie Cabreroid继承了 I'm the Forgastian PFC。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 他是智利最富有的人, 拉丁美洲第三富有的人, 也是2022年全球第九富有的女性。 Fontaine和他的家人, 控制着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矿业公司, Land Forgaston。 通过上市公司, Kuai Enco, 他们控制了智利银行, 红制品制造商, Nodeco, 该国最大的酿酒商, CCU和航运公司SEP。 根据GEU的衡量, SEP是全球第16大航运公司。 在他丈夫去世后, Fontaine设法让他们的家族企业发展壮大, 并达到了新的成功高度。 这包括将业务转向智利第二大银行。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商, 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 并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 他的另一项业务, 是克罗地亚的两家豪华连锁酒店, 和一家豪华度假胜地。 第八, Susan Clayton, 宝马, 药品, 德国, 243亿美元。 Susan Hannah Ursula Clayton, 是一位德国医院富翁继承人, Horbert & Johanna Kruant的女儿。 截至2022年1月, 她的净资产估计为234亿美元。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她是德国最富有的女性, 也是世界上第65位最富有的人。 克雷腾出生于西德的巴特红宝, 获得商业金融学位后, 她于1981年至1983年, 在法兰克福的广告公司, Rang Rubikam工作。 随后, 在白金汉大学开设了一门营销和管理课程, 以及洛桑IMD商学院的MBA, 专门研究广告。 她的父亲, Herbert Kruant给她留下了宝马12.50%的股份。 她母亲于2015年去世后, 她在宝马的股份为19.2%。 1997年, 她与她的兄弟Snavon Kruant被任命为宝马监视会成员。 她的父亲是1959年拯救宝马破产的实业家。 她还继承了制药和化学品制造商 50.1%的股份。 德国石墨制造商SGL Carbon于2009年3月16日表示, Kleiton拥有将SGL股份 从8%提高到仅4分之1的期权。 第七, Miria姆阿德尔森, 赌场, 美国, 275亿美元。 Miria Madison是一位以色列裔美国医生 和医院富翁。 她是赌场巨头Sheldon Ederson的一双。 在2021年初去世后, Miria现在拥有已故丈夫 在拉斯维加斯金沙近50%的股份。 阿德尔森去世两个月后, 该公司同意以62.5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其在拉斯维加斯的资产。 包括维尼斯度假村和金沙博览会和会议中心, 已专注于亚洲市场。 她是一座《黑广报纸》的现任出版商, 她也是南加州大学董事会的投票成员。 截至2021年6月, Ederson是世界上最富有44位的人, 第五富有的女性和最富有的以色列人。 根据彭博意外富翁指数, 通过她对拉斯维加斯金沙的多数所有权, 估计净资产为296亿美元。 第六,吉纳莱伊哈特采矿业, 澳大利亚, 320亿美元。 吉纳莱伊哈特是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和女继承人。 莱伊哈特是Hancock Prospecting的执行董事长。 Hancock Prospecting是一家私人矿产勘探和开采公司, 由她的父亲Lan Hancock创立。 莱伊哈特出生于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 早年在皮尔巴拉地区度过。 她在圣西尔达圣公会女子学校寄宿, 然后在悉尼大学短暂学习, 辍学与父亲在汉考课勘探工作。 她是Lan Hancock的独生女, 她的父亲于1992年去世时, 留下了破产的遗产。 她接替父亲担任执行主席, 她把一家面临严重财务困境的公司, 变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私营公司, 和世界上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 Rai Hart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 2012年, 她的财富达到约291澳元, 当时她超越了克里斯蒂沃尔顿, 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 并被列入福布斯世界100位最有权势的女性名单。 杰奎林马尔斯是一位美国女继承人和投资者。 她是Audrey Ruthmire和Forest Mars, Sea Oster的女儿, 也是Frank Seen的孙女。 马尔是美国糖果公司Mars Incorporated的创始人。 截至2021年4月, 马氏被彭博亿万富翁指数评为全球第48位最富有的人, 净资产为434亿美元。 马氏公司是MM Perilums和Pedigree等品牌背后的糖果和宠物食品集团。 该公司由她的祖父Frank Seen在1911年创立。 2020年年销售额为400亿美元。 马氏被福布斯评为美国第六大私营公司。 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迈克莱恩, 该公司完全归马氏家族所有。 马尔自从1982年加入马氏公司担任食品集团总裁, 直到2001年退休。 第四,麦肯齐斯科特、亚马逊、美国。 436亿美元。 麦肯齐斯科特是一位美国小说家和慈善家。 他已参与亚马逊、慈善事业以及现已与杰弗贝佐斯解除婚姻而闻名。 截至2021年11月,由于Jeff Bezos创立的亚马逊公司持有4%的股份, 他的净资产为376亿美元。 因此,斯科特是美国第三富有的女性,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斯科特在2021年被福布斯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 也是时代杂志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2006年,斯科特凭借2005年的处女作《路德·奥尔布赖特》的考验获得了美国图书奖。 他的第二部小说《陷阱》于2013年出版。 作为捐赠承诺的签署人, 斯科特承诺将至少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 第三,朱利亚科赫,科赫工业,美国,600亿美元。 朱利亚·玛格丽特·弗莱舍·科赫是一位美国社会名流和慈善家,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David Koch于2019年8月去世。 朱利亚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继承了Koch in the streets 42%的股份, 因此,她被彭博社列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 并被列入福布斯202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位女性名单。 在她丈夫有生之年, 他们向林肯中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捐款。 第二,爱丽斯沃尔顿·沃尔玛,美国,653亿美元。 爱丽斯·路易斯沃尔顿是美国沃尔玛财富的继承人。 2016年9月, 她拥有超过110亿美元的欧尔玛股票。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截至2022年3月, 沃尔顿的净资产为605亿美元, 使她成为第20位最富有的人, 也是世界第二富有的女性。 Sam Walton在1992年的自传《美国制造》中说, 爱丽斯最像我,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但比我更不稳定。 沃尔顿和她的母亲经常在录音旅行中画水彩画。 她对艺术的兴趣促使沃尔顿家庭基金会 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开发了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 2016年,沃尔顿和其他沃尔玛继承人向一家为其慈善事业提供资金的家庭信托捐赠了4.07亿美元的沃尔玛股票。 第一,弗朗索瓦斯·贝腾库尔·麦耶斯·欧莱雅,法国,748亿美元。 弗朗索瓦斯·贝腾库尔·麦耶斯是一位法国女商人,慈善家、作家、钢琴家和亿万富翁继承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 截至3月,估计净资产为753亿美元。 她是Lillian Betting Court的独生女继承人和欧莱雅创始人。 舒尔的孙女,她的母亲于2017年9月去世,之后,她的财富增加了两倍。 她通过家族控股公司Tiffus Invest投资,以及欧莱雅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的高估值。 在一场大火严重损坏巴黎圣母院后,Betting Court Myers和欧莱雅承诺提供2.26亿美元来修复大教堂。 本期内容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